大家好,我是小温温 今天我们来参加了 Pupperkai Bursa植树的活动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人 非常非常非常多,几百个人 大家都来了 对,但是呢,我们华人比例不高 我欢迎大家,我们的华人 都来参加这种活动 这是我们融入社区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你会非常开心的 就像我一样,我非常开心 如果跟社区和自然多建立连接的话 我们会非常的开心 这是我们快乐的来源 然后,有很多人问呢 像这么一个坡 今天我们来就是来过坡的 像这么一个坡,下头可能有河 它应该怎么种? 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个标准的种法 这里是混合的 大家可以看到植物都是混合的 有大的,有小的,有树 还有这种多年生 还有这种多年生 然后呢,不同的植物那个根 扎的它是不一样的 它那个根系不同 所以说它能把不同深度的土 都能把它抓住 所以说,要是混合 不能是一种种种 同一种种进去 那样生物多样性也不高 所以呢,我现在啊 就一棵树 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这该怎么种 关于这一些 都有哪一些植物可以来种 那网上有个表 Council有一个表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搜一搜就能搜得到的 OK,然后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种这个 首先呢,我建议啊 大铲子小铲子 各拿一个 最好是尖头的 这样比较好挖 最好是下完雨之后干 那个地就比较软 所以呢,然后呢,挖一个洞 把这个洞挖出来 把这个洞挖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蚯蚓啊 说明这个土是相当好的 非常肥沃的土 它有蚯蚓在里面 然后呢,挖到这之后呢 你可以拿小铲子 再把这个洞挖得深一点 因为大铲子可能伸不进去了 对吧 把它挖出来 然后这样就足够删了 足够删了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苗 这是一颗新西兰亚麻的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根呢 它特别的硬 它都缠在一起了 我们尽量的把它弄开 因为如果你不把它弄开的话 它可能会缠,缠死它自己 它这个根在这个里面 它永远出不来了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根啊 给它打开 断一些根都没有关系啊 把它打开 这样的话它就能往四周 往下面涨了 然后把它放在里面 注意呢,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低 这个平面跟低平面一样高 然后呢,把你原来挖出来的土 再给它塞进去 把这蚯蚓一起埋进去啊 是吧 然后呢,注意把这个空的地方都填满 不要流空枪 流空,流空枪这个根是悬空的 它会死 是吧 然后把它压紧 最后呢,我们有Mouch 就是覆盖覆盖物 然后我们给它铺上 这样会把杂草呢,压住 就这么点了 就好了 就一个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 我是小小笨本啊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